这么一群肖战粉丝 他们不组织不参与任何其他活动 不为任何互联网ID背书 只专注肖战作品和商务公益 他们是肖战粉丝里的楷模 他们就是糊涂family1005 以前叫糊涂联盟1005 是一群妈妈粉和姐姐粉 专注公益的肖战粉丝联盟 糊涂family1005 2020年10月5日启动 第一条微博内容是 写给那年29岁的战战 三个10500赠于29岁的你 21000颗星星 为璀璨星河添一道小小的光亮 10500元商务公益 赠于外卖小哥和环卫工人 多么虔诚和美丽的开始 2021年1月21日 为了庆祝肖战代言猛牛 经济独立的糊涂姐姐们 拿下210套 共2520箱猛牛纯牛奶 总金额120960元 糊涂family开启了 共享猛牛营养 牛年顺利健康公益计划 将这2520箱纯牛奶 分批次 分不同地方 赠送到了养老院 福利院 以及皇位工人 留守儿童等人群手中 2021年4月份 他们跟随着 肖战如梦之梦演出的步伐 又开启了如梦之梦公益行 第一站4月22日 肖战如梦之梦武汉站 糊涂姐姐跟随肖战来到武汉 向武汉中西医院急诊科 及发热门诊医务人员赠送 开小灶253箱猛牛纯牛奶506箱 向武汉一线医务工作者致敬 用公益的形式 为肖战如梦之梦首演 加油 花海中最亮眼的1005朵玫瑰 那就是我们的糊涂姐姐 幸福的春天如约而至 这就是肖战和他们的又一个新起点 在武汉这座英雄城市 大响了 2021年5月28日 如梦之梦青岛站 糊涂姐姐将开小灶满汉大滩 欧扎克合计52,313元 共523项物资 正与青岛某消防大队下属5个中队 他们也配文祝肖战小朋友 六一儿童节快乐 宴小朋友永远自在如风 童心为你 他们太可爱了 2021年6月20日 如梦之梦成都站 未知骄傲的糊涂姐姐们提前来到了成都 分别于6月18日 慰问四川省川剧院一线演出人员 表达对传统艺术的尊敬 6月19日向成都某消防站进行物资捐赠 支持消防一线救援工作 本次共捐出开小灶354箱 附加赠送的120盒米粉 欧扎克200箱 李宁男士T恤28件 总金额59423元 多么美好数字寓意 我就是爱饭 因特殊原因长沙如梦 虽未能如愿成行 但糊涂的公益行动 仍按计划一路前行 他们说说好的九成追随 一成都不想少 2021年8月1日 糊涂姐姐们在红网公益频道 红网爱新家园的热情帮助下 分别像长沙市福民社会工作中心 长沙市宇花区某消防救援 长沙市旺城区某传统文化中心 长沙市第一社会福利院 长沙市开福区幸福桥社区 五个机构 共捐赠李明衣服33件 捐赠微笑取泡气泡水 105箱 猛牛纯牛奶255箱 开小灶自热米饭105箱加80盒 百威果皮166箱 欧扎克麦片100箱加150袋 统一满汉大餐牛肉面100箱 物资全部够于618期间 总金额约9万元 9月11日糊涂联盟1005微博名 正式更名为糊涂family1005 寓意着他们像家人一样 彼此守护 永远一起守护战战 坚持公益 入梦来之不易 如梦公益 继续阳光前行 9月27日杭州站 糊涂姐姐们分别于 9月22日和9月25日 向杭州市某区残疾人联合汇集 杭州市某区环境保卫中心 共捐赠物资 开小灶100箱 微笑取泡气泡水100箱 猛牛纯牛奶40箱 如梦之梦总制片人王可然先生 连续4次点赞糊涂表示感恩 2021年10月5日 糊涂翻名1005 公益志愿者来到陕西省西安市某留守儿童村 向54名留守儿童捐赠书籍223本 绘画工具20套 李宁卫衣54套 欧扎克植物奶54箱 酥脆麦片54袋 猛牛纯牛奶20箱 为小朋友们送去温暖和祝福 希望他们茁壮成长 以生日之名 与爱同行 将爱意凝聚成公益的力量 这个生日礼物 我可以呼吁大家点赞 如梦之梦深圳站 糊涂Family1005 向深圳某区华卫公然 深圳东部某公交交通公司 公交司机表达慰问 共捐赠物资总金额约35900元 开小灶自我午饭436盒 牛蒙蒙纯牛奶100箱 微笑取泡气泡水 109箱 滴露消毒液100平 洗手液120平 递达嚼出我的范儿口香糖480平 如梦继续公益不止 糊涂Family105 因爱而去 盼糊涂姐姐们幸福自在 愿你们都拥有灿烂安稳的人生 现在你问我何为肖战粉丝 我会告诉你 这就是肖战粉丝